许丰年皱了皱眉头,刚要开口,图苏便是突然上前说道,玄光长老,鄙视斗法之事本就是瞬息万变,想要完全按照您的吩咐来应敌,只怕也未必就完全妥当。所以,许师兄有所疑虑也是正常的事情,长老何必生气。 是啊,玄光师兄,我看许丰年这几场鄙视也是应对得当,进退有据,不如让他自行决定就是了。 虞坤健壮,也是面带微笑地说道。说完之后,虞坤又对许丰年,责备道,玄光长老修为强横,斗法经验也是无比丰富,童戒之中难有敌手,能够得到玄光长老的指点,益处也是极大,你要好自为之。 弟子愚钝,未能领悟玄光长老的教导,接下来鄙视之时,弟子定然好生斟酌,绝不辜负玄光长老的期望。 许丰年点了点头,又满脸认真向玄光真君说道。玄光真君面色更加难看,虞坤站出来看似是缓和双方的情绪序,但实际上却是完全站在许丰年一方。 而许丰年如此诚恳的一番话说下来,玄光真君就更不好发作了。 否则,虞坤已经责备过了,许丰年又是知错就改,玄光真君若还要追究,那就显得太过针对许丰年了。 一番插曲过后,玄冰洞天的席位上面也是恢复了平静,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是被鄙视所吸引。 鄙视跃到后面,跃是激烈,其中,袁天一与万兴宗排名第三的金丹弟子的鄙视更是打得惊天动地。 最后万兴宗这名弟子更是动用了下品灵器,结果依然败在了袁天一手中。 至此,袁天一的声威也是达到了顶点,几乎所有人都是认为,袁天一此人有获得通灵法,会大比前三的战力。 很快,第五轮的法会大比,也是接近了尾声,只剩下最后一场比试没有进行。 而这一场比试的两人,正是许丰年和燕罗山第二金丹落月仙。 这一场比试,也是万众瞩目,令人极为期待的一场。 因为许丰年此前击败了囚棚,而图苏则是被袁天一重创神魂,悬兵洞天和燕罗山在这一场法会大比之上,可以说已经结下了梁子。 虽然袁天一重创图苏,算是为燕罗山挽回了一些颜面,但图苏毕竟不是许丰年。 所以,燕罗山定然是希望洛月仙能在这一场比试上击败许丰年。 而悬兵洞天一方,也是希望许丰年能报图苏的一箭之仇。 许丰年和洛月仙飞落到韩宗主面前之后,都是没有说话,身上皆是散发着强烈的战役,通身气息蒸腾,法力在身躯周围涌动起伏。 虽然还没有进入擂台,但两人都是已经做好了准备。 这一场比试,注定是一场天雷勾动地火的战斗。 开始吧。 韩宗主也没有多说,将名牌交给两人之后,便是将他们送入擂台。 羞羞! 许丰年和洛月仙同时出现在擂台两端。 但是,两人的身影刚刚出现,但是立即动了起来。 许丰年快速飞顿,而洛月仙更快,他的身形只是一个闪烁,刹那间消失的无影无踪。 下一刻,许丰年的周围突然间有碧青色的光芒闪烁。 几道碧青色的刀芒割裂虚空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向许丰年斩了过来。 碧烟九寒刀。 许丰年眉心一跳,身上显现出银纹玄钟,玄钟圣体,九道刀光斩在玄钟之上,发出震耳欲聋的精明之声。 碧烟九寒刀,烟罗山绝学之一,威力还在天机破灭纸之上。 刹那之间,许丰年以法力凝聚的护体玄钟便是出现了刀刀裂痕。 竟然连玄钟圣体都承受不住一碧烟九寒刀的功法。 可见这门功法威力之强悍,刀光之锐利。 而且,碧烟九寒刀的威力还不止于刀光的锐利,更加可怕是透骨的寒烟。 此时护体玄钟尚未被完全破开,但斩在玄钟上面的刀光,竟然化作碧青色的烟气,向着玄钟之内渗透了去。 只是片刻间,许丰年就是觉到一股可怕的寒气,竟然穿过了玄钟,以及他体表的银色符纹渗入了他的体内。 一刹那间,许丰年全身冰寒,身上的皮肉都被彻骨的寒气冻得清黑一片,连丹田中的法力都像是马上要被冻结一般。 而且,碧烟九寒刀化为寒气渗入他的体内之后,竟然开始重新凝结。 若是再次凝成刀光,在许丰年就如同是带宰的羔羊,必死无疑了。 哼哼,许丰年,你已经中了我的碧烟九寒刀,没有了抵挡之力,跪下来认输,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尝尽寒刀踢骨刮肉的痛苦。 落月仙丽笑连连,没有人能在中了他的碧烟九寒刀之后,还能反败为上。 好厉害的功法,不愧为烟罗山三大绝学之一,而且,烟罗二字中的烟纸的,应该就是碧烟九寒刀。 而罗字则是罗天大手印,但天机破灭纸,为何不在其中? 许丰年脸上露出痛苦之色,但心中却是十分平静,对于碧烟九寒刀,入体之势,丝毫没有放心上。 哼,你还有心思管我烟罗山的事?真是不见棺材不掉小类。 落月仙大怒,立即运转功法,要将许丰年体内的烟气重新凝成碧烟九寒刀。 然而,不论他怎么催动功法,都是没有半点动静。 怎么可能,我的碧烟九寒刀呢? 落月仙又惊又怒,死死盯着许丰年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表情。 他的碧烟九寒刀明明渗入了许丰年的体内,怎么会消失不见? 哼,雕虫小记而言,根本伤不到我。 许丰年轻笑一声,化为烟气的碧烟九寒刀,进入他的体内不久,就已经被他锁链化。 片刻之间荡然无存,自然不可能重新凝聚成碧烟九寒刀。 这碧烟九寒刀虽然威力强悍,威能也十分诡异。 竟然能够渗透许丰年的玄中圣体,让他的护体功法都成了摆设。 但化为烟气之后,威力也变得弱小许多,直接就被许丰年以火形金丹的丹火炼化了。 这就好像本是十根筷子,肩不可摧,无法掰断,但为整位灵之后,自然就被竹根掰断了。 当然,这也是因为许丰年拥有五行金丹,虽然催动的只是火形金丹的丹火,但发挥出来的却是五枚金丹的威力,才能如此轻易地炼化必焉九寒刀的烟气。 洛月仙自然是不知其中缘由,心中又惊又怒,一时之间根本无法相信。 洛月仙,接我一招。 许丰年也不废话,眸中金光一闪,龙象大手硬轰杀而出。 二十八尊天龙巨像同时降临下来,向着洛月仙轰杀过去。 洛月仙此人的修为极为强横,站立还在囚棚之上,所以许丰年也不拖泥带水,直接轰出二十八尊龙象,要将他一举击败。 二十八龙象,许丰年,你以前果然没有施展权力,但是你想凭此将我击败,那就是在做梦。 洛月仙先是一惊,随即冷笑起来,只见他张口一吐,碧青色的烟气滚滚涌出,化成一道道闪烁碧青色寒光的刀器,向着二十八尊龙象切割过去。 只是眨眼之间,这些龙象就是被斩得七零八落,一道道消失于无形。 许丰年见状,神色也是,微微有些凝重起来,碧烟九寒刀的威力,比他想象中的还有咳嗽。 洛月仙此人,不好对付。 一元寒光,天地无色。 趁着龙象大手印,还能牵制一部分碧烟九寒刀的威能。 许丰年祭出要日灰金剑,一剑向着洛月仙斩杀过去。 又是这一招。 你在对阵囚棚的时候,就已经施展过了。 既然对他都是毫无作用,又怎么可能威胁到我? 你太天真了,洛月仙立笑起来,看着黑暗尽头的白色剑气斩杀而来,面色从容。 碧烟九寒刀的刀气,在他的身躯周围跳动。 而就在寒光剑气将要斩中他的时候,一道道刀气突然一动,就是向着白色剑气切割过去。 数十道刀气,与寒光剑气撞击在一起。 下一刻,洛月仙脸上的笑意,就是消失了。 一阵轰轰轰轰的巨响之后,他的碧烟九寒刀,一道道的破碎泯灭,消失在天地之中。 寒光剑气穿透而出,向着洛月仙斩杀过去。 洛月仙身形一闪,消失不见,瞬息之间出现在数百丈之外。 但是,他的脸色无比难看,因为他并没有完全躲过寒光剑气的斩杀。 他的后背上面多了一道猙獰的伤口,血液滴滴答答地不断滴落下来。 寒光剑气留下的伤口,即便他立即吞服了无品的疗伤丹药,也无法立即愈合。 卑鄙小人,原来你此前一直没有施展全力。 洛月仙死死盯着许丰年,目中满是恨色。 许丰年这一次施展的一员寒光剑,威力远超此前。 所以,洛月仙错误地估计了剑气的威力,所以才会受伤。 许丰年不由失笑,此前的鄙视没有施展全力就是卑鄙小人。 那估计所有参加洞天大笔修士多半都是如此了。 谁也不会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,都是能隐藏实力,留作底牌。 洛月仙此时明显是被弃昏头了。 许丰年也懒得和他多说,再次施展一员寒光剑术,白色剑气猛烈向着洛月仙切割而去。 休想再得逞! 洛月仙立叫一声,身形消失不见。 这一次他提前发动顿法,寒光剑气还未曾到到达,他就是顿走了。 洛月仙的顿速极快,几乎只是一刹那间就消失不见了,激进于瞬意一般,无迹可循。 然而,就在此时,许丰年双眸之中,金光闪烁,目光变得无比锐利。 圣秦铜术和玉气藏神之术同时施展。 虽然修为突飞猛进,但许丰年并未放下五圣巨灵宫的修炼。 而且,随着他的修为不断提升,五圣巨灵宫的威能也是日渐精进。 洛月仙的顿速,速度虽然接近于瞬移,不论是神识还是肉身眼都是无法捕捉到, 但却逃不过许丰年的圣秦之铜和玉气藏神术。 洛月仙的身形出现在擂台的一处边缘。 然而,只是他一线身的刹那间,一道白色剑芒就是出现在他的瞳孔之中,怎么会? 洛月仙骇然欲绝,这一次他根本无法反应过来。 而且他施展的顿速,本就是超过了金丹七的界限,极为消耗法力,不能连续施展。 一员寒光剑气,瞬间穿透了洛月仙的身躯。 凌厉无比的剑气,将洛月仙的身躯切割成了两截。 我认输了。 洛月仙看着自己另外半截身子, 拖着肠子。 血液狂涌,吓得嘴角抽搐,连忙将名牌丢向了许丰年。 许丰年皱了皱眉头,思索一下,还是收下了名牌。 洛月仙见状,也是松了一口气,心中暗暗庆幸。 此人也是极为狡猾,知道图苏被袁天衣伤得不轻,如果他不立即认输, 许丰年定然会在他身上为图苏讨公道,到时候就不是身躯被斩成两截那么简单了。 洛月仙双掌一探,就是将另外半截身子抓在手中, 然后不知道用了什么秘法,竟然一下就把两截身体接在了一起。 而且看起来严丝合缝,竟然连伤口都没有。 接好身体之后,洛月仙才是看向许丰年,冷然道, 许丰年,这一次是你运气好,我没有把你当成一回事,一时大意才让你获胜。 但下一次再遇上我,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 我会让你知道,我洛月仙真正的失恋。 许丰年文言,目中闪过一道寒意,却是没有回应的意思。 但下一刻,洛月仙突然脸色大变,看向刚刚接好的下半截身躯, 就好像是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。 竟然一下凝聚竖刀必烟九寒刀,向着他的下半身切割而去。 只是一刹那间,洛月仙就是将他接好的下半身切割下来, 斩在了肉泥。 最后,洛月仙更是吐出一口雷火,将肉泥都烧成了肥灰。 怎么回事?洛月仙疯了不成,竟然如此自残,一定是许丰年用了什么手段。 洛月仙已经认输,许丰年竟然还敢出手,如此卑鄙,应该剥夺他进入下一轮比试的资格。 看到擂台上发生的事情,许多人都是震惊莫名,燕罗山的人更是惊目万分。 原本许丰年和洛月仙这一场比试,也算得上势均力敌。 许多人都是以为必然又是一场拉锯战的时候,却是风云突变。 许丰年几乎不费吹灰之力,便让洛月仙不得不丢出名牌认输。 而且更让人震惊的是,洛月仙认输之后,又突然进行自残,将自己的半截身躯都是毁掉了。 这件事实在太过诡异。 韩宗主也看不出缘由,只能把洛月仙和许丰年从擂台中移出,带到面前。 韩宗主,许丰年违反法会大比的规则,在我认输之后,还对我出手。 这场比试的胜者,应该是我。 洛月仙一看到韩宗主,立即便是咬牙切齿地说道。 许丰年,你既然接下了洛月仙的名牌,就是接受他认输,为何还暗中对洛月仙施展手段? 韩宗主双目微眯,看向许丰年,冷声问道。 宗主明见,我将洛月仙斩成两劫之时,就已经在他下半劫的身躯上下了毒药。 洛月仙并不知情,等到把身体接好之后才发觉,也不能怪我吧。 许丰年淡淡说道。 许丰年说的话,你也听到了。 你可有认输之后,许丰年向你触手的证据。 韩宗主面无表情地看向洛月仙。 洛月仙思索一阵,不甘心得道。 但是我把身躯接好之后,并没有任何的异样。 直到我说,下一次会让他知道厉害,才突然感觉到,下半劫身躯气氧无比。 就好像有万千条虫子,在吞噬我的血肉一般。 所以,定然是许丰年听到我的话之后,才用了什么诡异的手段,对我施毒。 宗主,毒药发作也是需要时间的,洛月仙接好身躯之后。 正好就是发作的时候,完全是巧合而已。 许丰年不等韩宗主询问,便是解释说道。 洛月仙,既然你没有办法证明,许丰年违反了大笔规则。 那就退下吧。 此战的胜者是许丰年。 韩宗主不耐烦地说道,另外,即便许丰年被剥夺了资格,你也无法进入第六轮的鄙视。 因为这一场鄙视你已经认输了。 你铲退下吧。 许丰年拱了拱手,向着玄冰洞天的席位飞去。 洛月仙张了张嘴,终究不敢再开口,拖着只剩一半的身体,返回燕罗山众人之中。 这一次,丢去半截身躯,虽然损伤比图苏轻了许多,但也是元气大伤。 至此,法会大笔第五轮的鄙视全部结束。 通灵宝玉所有参加通灵法会大笔的金丹七天才,便是只剩下了27人。 而能够走到这一步的人,他们的姓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,必然会传遍整个通灵宝玉,甚至在通灵界的许多界域之中都能够听到他们的名字。 通灵界,广大无边,界域无数,修士何止亿万。 金丹七的修士,没有百万人,也有数十万。 这27人,等于是屹立在了数十万金丹修士的巅峰。 而如今的许丰年,也终于位列巅峰之上,可以领略无尽风光。 当然,法会大笔还没有结束。 韩宗主宣布,大笔暂停一月。 一月之后,进行第六轮的比试。 但27名金丹,则注定了,在第六轮比试的时候,肯定会有一人轮空,直接进入第七轮。 而只要进入第七轮,就无限接近了大笔前十的位置。 法会大笔暂停,各方势力纷纷离开会场,返回驻扎的洞府或者腹部之中。 只是因为比试的结果不同,众人离开之时,脸上神色也是各有不同,有人春风得意,自然也有人怒服不亮,是新拦住。 大笔暂停的这一月的时间,除了让剩余的27名金丹恢复法力,以最好的状态进行接下来的比试之外,也是可以让众人可以针对接下来可能遇到的对手进行准备。 陛霞此前进行的五轮比试,也让很大一部分修饰,动用了全部修为或者是施展了隐藏的底牌。 不过,在五轮的比试过后,还没有抵斩出权力的,也并不在少数。 而除此之外,就是让通灵宝玉的各个势力,有时间可以进行各种的交易,比如交换或者购买修炼变缘等等。 毕竟如此大的盛会,肯定不会只是为了进行一场比试而已。 而且,法会大笔的主角始终是以十大先门的弟子为主,其余努力的修饰,能够在大笔上面连路头角的实在少之又少。 能够进入前一百名的,已经是凤毛麟角,可以称得上横空出世的修仙天才。 法会的交流,也不只是在金丹七修饰的比试中,在金丹七的比试结束过后,以及后面元耀七的比试中间,还会有两次时间。 毕竟通灵宝玉巨大无边,参加通灵法会的势力平时并无交流时间。 一次法会,参与的势力数以千计,又是五十年才举行一次。 若是没有足够的交流时间,就太过可惜了。 以往,一次法会的举行时间长达数年,也并非没有过。 当然,在暂停的这一月期间,万兴城中最为热门的话题,依然是法会大比,和剩下的二十七名天才。 修仕中的好事者,自发地按照这二十七人的名气,以及此往的比试战绩,划分成了三等。 比如万兴宗排名高的两名金丹,以及大灵山的两名佛宗弟子,清玄建宗的万丰江,燕罗山的镇天一。 这六人在此前的五轮比试之中,胜的都是极为轻松,根本没有施展出真正的实力。 因此,在二十七人中,被划分为第一等。 乃是公认的,此次比前三名,最有力的争夺者。 此除之外,还有八人被划归为第二等,比如夏金伦和罗玉成就在其中。 然后就是有十二人,被划为了第三等。 然而,第一等六人,第二等八人,第三等十二人,如此也不过才二十六人而已,还缺少了一人。 而没有被排入任何一等的,便是许丰年。 因为在争论之中,有人将许丰年划分为了第一等。 而烈汉的原因,也十分充分。 这些人认为,许丰年击败了燕罗山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何月仙和囚鹏,战力应当与袁天一旗鼓相当地,不相伯仲。 所以,应该列为第一等。 但是一部分人却是觉得,许丰年的战力与袁天一相差甚远。 袁天一的五轮比试,第一场都是赢得轻描淡写,几乎不费吹灰之力。 而许丰年根本相提并论,只能排在第二等。 而除了这两部分人的看法之外,又有一些人认为,许丰年击败落月仙的那一场,落月仙并没有发挥出真正的战力。 只是施展了碧烟九寒刀,并未动用法宝或者本命宝物。 如果两人都是全力以赴,许丰年获胜机会极小。 所以他只能排在第三等。 正因为如此争持不下,所以最终许丰年没有归入三等之中,独自一列。 对此,许丰年并不在意,他返回寒田洞之后,便是一直在闭关之中。 随着不断消化此前掠夺的升级法力,他的法力越来越浑厚,结音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。 按照他所估计,一年之内,必然会开始结音。 而且因为他的积累太过深厚,结音之势完全无法压制,除非他现在散去一部分的法力。 不过,好在接下来的法会大笔,只剩下了27人,消耗不了多少时间,多半不会有影响他结音。 经单期的法会大笔结束之后,便会有三个月的法会交流。 而后原音期的大笔,最少又要持续几月,这些时间应该足够我结音了。 许丰年一边修炼一边盘算着,他的以心欲法,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,便是一心四用,也能随心所欲。 比如,他现在便是一边祭炼唤星妖童,一边修炼盘五金深绝,一边炼化在地火中得到的那枚小印,还能进行各种盘算。 而此时在万星城的另外一处巨大的宫殿之中,燕罗山的一众长老,以及参加大笔的20名弟子,脸色却都是十分的难看。 距离第六轮的金丹七比试,还有几天时间,负责带领此次队伍的燕罗山长老,召集所有的长老和弟子。 就是因为这一次的通灵法会,在金丹七的大笔上,燕罗山可谓是大败亏输。 燕罗山竟然只有三人进入了第六轮。 而且三大金丹弟子之中,除了袁天一,另外两人都是被淘汰了。 而以另外两名弟子的修为实力,下一场获胜的几率,微乎其微。 也就说,燕罗山能够进入第七轮的,大概率只有袁天一。 如果袁天一的运气不佳,再遇到与他实力相近的对手,很可能连大笔钱时都无法获得。 这对于燕罗山来说,乃是绝对无法接受的结果。 此时,众人的目光都是落在了骆月仙和囚鹏的身上。 燕罗山在金丹大笔上失利,最大的原因自然就是在这两人的身上。 他们位居一众金丹的第二和第三,所得到的修炼资源也是仅次于袁天一,结果却都是败在同一个人手中,自然是难辞其咎。 囚鹏羞愧不已,只是能低头不语。 骆月仙却是满脸不服,咬牙切齿地道,都是玄冰洞天的那个许丰年。 若不是此人太过狡猾,我也不会一时失手,败在他的手中。 而且在此之前,宗门给我们的消息之中,也提到过许丰年,说此人天赋平庸,不过是,获得了一些机缘,才成为玄冰洞天的第一金丹。 而且在通灵法会前,还离开了玄冰洞天,去了一个叫广红玉的小玉,修为实力提升有限。 若不是如此,我也不会大意。 囚鹏文言,也是连忙点头,认为宗门的消息不准确,才是他落败的主要原因。 燕罗山长老见二人推诿,面色都有些阴沉。 惊丹的鄙视失利,自然要有人负责。 囚鹏和洛月仙不担起轻敌大意的责任。 难道还想让他们这些长老,担责不成? 这俩人,实在是不识态卷。 一位长老穆光阴森,正要呵斥,突然间,坐在一众园英弟子中的,一名轻衣女子,便是开口了。 你们说的许丰年,乃是何人? 这轻衣女子,长得秀美无双,气弱心蓝,一身长长的青袍外面,套着白色沙衣,飘逸起伏,宛如云中仙子一般。 燕罗山众人之中,虽然也有庶名美貌女修,但因为轻衣女子就在身旁,对比之下,便让人觉得,这些女修似乎有些过于平庸了。 此前轻衣女子未曾说话之时,燕罗山的南修之中,便有不少人对她频频侧目,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,甚至是暗中示好。 但轻衣女子的脸色,却是宛如万年冰霜一般。 丝毫没有理会。 此时,她突然问起许丰年,让许多人都是大为惊讶。 而轻衣女子,自然就是翟青凤。 轻凤,这个许丰年不过是玄冰洞天的一名金丹弟子而已,虽然在那洞天大笔之中排名第一,但修为实力,与袁天一相去甚远,根本没有获得金丹第一的可以,你不必理会。 坐在翟青凤身旁的一名白衣少年略皱眉头,而后温和的侧头看向身边翟青凤,微笑说道。 翟青凤微微点了点头,没再多说,脸色上又灰了那冷若冰霜的神情。 见翟青凤不再关注,众人便是继续商讨起来。 而商讨的内容,则是如何让出了袁天一之外的另外两名弟子,在第六轮比试获胜的办法,以及如何惩戒洛月仙以及囚鹏二人。 洛月仙和囚鹏虽然极力推卸责任,但依然难逃处罚。 而此时,坐在翟青凤身旁的白衣少年,则是目光微微闪烁,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 白衣少年,正是燕罗山的道子,鹰兴龙。 鹰兴龙身为道子,在燕罗山的原因修饰之中,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,甚至许多化神器的长老,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。 以他的身份修为,自然有无数女修将他视为最佳的道律。 只不过,鹰兴龙在见到翟青凤之后,便是将他视为了此生的道律,宣布除了翟青凤之外,不会再选择其他女修作为道律。 而翟青凤天赋本就极高,燕罗山也早就将他视为了道律的人选。 所以对此燕罗山的高层,也是乐见其成,打算在翟青凤答应与鹰兴龙结为道律之后,就宣布将他选为道律。 只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,翟青凤在得知鹰兴龙的宣言之后,便是当众拒绝了鹰兴龙。 严明鹰兴龙兴并不是他的天命之人。也正是因为如此,燕罗山才是将选择道女之势,搁置了下来。 毕竟强扭得瓜不甜,燕罗山也不好做出强行配对之势。 而鹰兴龙却并没因为翟青凤的拒绝,便就此放弃。 而是切而不舍地追求翟青凤,只要翟青凤离开洞府,他几乎都是如影随形一般。 燕罗山高层见他如此坚决,也是告这翟青凤,只要他被选为道女,便没有拒绝鹰兴龙的资格。 因为盗子盗女关系到燕罗山的传承,一旦被选为盗女,若敢拒绝,便视为背叛燕罗山。 而且,在此次的通灵法会结束之后,燕罗山便会在法会上宣布此事。 所以,鹰兴龙早就将翟青凤视为道旅一般。 这些年来,翟青凤虽然始终对鹰兴龙不假辞色,但他为了讨好翟青凤,对于他的各种反应喜好,都是观察得极为仔细。 因此,鹰兴龙十分清楚,翟青凤突然问起许丰年之事,绝不寻常。 而且别人不知道,他却是十分清楚,翟青凤也是出生于广宏玉。 虽然或许翟青凤只是听到说起许丰年之事,提到了广宏玉,才一时有了兴趣。 但鹰兴龙直觉,翟青凤和许丰年之间,必然有一定的关系,最少也是在广宏玉之时,便早已结识。 所以,鹰兴龙不由有一种预感,他感觉若是不能除掉许丰年的话,只怕翟青凤会因此而离他远去。 一个时辰之后,燕罗山众人结束了商议,落月仙和囚棚面色难看地离开而去,众人也是散开,返回各自住处。 袁天一回到所住的宫殿,一踏入修炼近视,便是不由地吃了一惊。 他的近视之中,竟然多出一人。 不过袁天一在吃惊之后,便连忙小声行礼道,袁天一见过盗子,不知道子有何吩咐,原来出现在他的近视中的,竟然是盗子鹰兴龙。 袁天一也是极为聪明,他知道鹰兴龙突然出现在此处,定然是有什么事情,而且不想让其他人得知。 袁天一,你帮我在法会大笔上杀一个人,事成之后,我满足你一个要求。 鹰兴龙眸中闪烁着点点金光,淡淡地说道,法会大笔之上,不能杀人,否则不但会被取消资格,还会受到严惩。 而且,鹰兴龙要他杀的,必然是二十七中人一个,能够走到这一步的,无异不是十大先门着力培养的爵士天才,谁若杀了此等人物,必然要受到无法想象的报复。 不过,袁天一不敢拒绝,因为鹰兴龙既然已经提出此事,他便没有拒绝的资格。 金丹第一人,在鹰兴龙这位盗子面前,根本不值一提。 何况,鹰兴龙说,可以满足他的一个要求,并且没有设置任何的前提。 这个条件的价值,高得无法想象,因为他知道,鹰兴龙确实有满足他一切要求的能力。 所以,袁天一更加,无法拒绝。 盗子想让我杀谁? 袁天一点头道,万一无法遇到此人,又怎么办? 许丰年? 鹰兴龙没有回答袁天一,若是无法遇到许丰年怎么办? 只说了一个名字,便是消失不见了。 还好,只是杀许丰年,不是万兴龙的人。 袁天一松了一口气,神色变得轻松了许多。 在通灵法会大笔上面杀人,后果必然极其严重。 但是,所杀的人不同,后果差别必然也是极大。 若是杀死万兴龙的弟子,袁天一即便不会被处死。 恐怕也难以善了。 而杀死的人,若是玄冰洞天的弟子,说不定还可以全身而退。 毕竟玄冰洞天的实力,与燕罗山还是有些差距。 只要能装作是一时失守,才杀死许丰年。 玄冰洞天恐怕也不好,为了一名金丹七的弟子,与燕罗山撕破脸皮。 杀死许丰年,焕心龙道子一个人情,袁天一面露笑意。 至于殷心龙想要杀许丰年的原因,他并不放在心上。 这种事,知道的越少越好。 不过,袁天一也隐隐猜测到,此事可能和那位翟青凤师姐有关。 殷心龙见过袁天一之后,便是离开了燕罗山驻地,进入了万兴宗在心河城的一处殿雨。 在殿雨中待了一段时间之后,殷心龙才返回他在燕罗山驻地中的居所。 殷心龙的居所,乃是一座华丽的宫殿。 在这处宫殿内,有数十名修士照顾殷心龙的日常起居,以及修炼等等。 这些人都是燕罗山的低等弟子,相当于玄冰洞天弟子的仆从。 殷心龙进入一处殿堂,早在殿堂之内等候的两名化神妻修士,连忙站了起来。 行礼道,见过稻子。 这两名化神妻,乃是一男一女,皆是燕罗山的长老级人物。 但二人在很早之前,就已经投靠了殷心龙,暗中为他办事。 燕罗山的稻子,地位崇高,而且前途不可限量。 日后踏入炼虚,也并非没有可能。 所以,即便是燕罗山中的长老,愿意投笑的也有很多,为殷心龙做事的长老,远远不止于两名。 只不过这一次前来万兴城的,只有这两人而已。 对于两名长老的恭敬,殷心龙早就戏意为常,大咧咧地坐到殿堂正中,然后才是面色阴沉的道,不用顾忌,直说就是。 两名长老相识一眼,女长老才是说道,翟青凤在返回居所之后,便是乔庄离开,去了城中一处酒楼中打听消息。 而且所询问的事情,都是与那许丰年有关。 离开酒楼之后,他又经过了玄冰洞天修士所住的洞府寒田洞,但没有过多停留,很快就回到了居所。 我知道了,继续暗中监视他。 殷心龙面无表情地挥了挥手,两名长老急忙起身,行礼之后快速离开。 两人走后,殷心龙的脸色快速地阴沉下来,目光阴寒无比,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。 几日后,距离第六轮的法会大比开始,只有一日,翟青凤找到此次带队的燕罗山长老,表示想要前往会场观看接下来的金丹七大比,结果却是被拒绝了。 无论翟青凤提出任何理由,燕罗山长老都是没有松口,翟青凤也只能放弃。 一日之后,十大仙门以及各方势力的修士再次进入到法会会场之中。 金丹七修士的大比,依然由万兴宗副宗主韩元主持。 韩元一番客套之后,便是取出27块名牌,投入摇星盘中。 摇星盘飞速输动,一队名牌摇星盘中飞出,一共配成了13队,只有一块名牌孤零零地留在了摇星盘中。 这一轮比试轮空一人,为燕罗山泄成。 韩宗主宣布说道,其余对阵,为第一场大灵山佛众。 听到轮空的是燕罗山的弟子。 除了燕罗山之后,其他九大仙门的弟子都是无比羡慕。 这谢成等于直接进入了第七轮。 而且这样一来,他完全可以养精蓄锐,以意待劳。 如果第七轮所遇到的对手消耗过后,甚至身上带伤,说不定就可以再进一步,进入第八轮。 只要进入第八轮,那便是法会大比前十,不但可以获得丰厚的奖赏,更是可以名扬天下。 而此刻,燕罗山众人之中,却有一人比轮空的谢成还要更加惊讶,此人便是袁天一。 因为,袁天一第六轮所遇到的对手,就是许丰年。 原本袁天一也知道,既然殷龙心让他杀死许丰年,必然是有办法让他们在法会大比上相遇。 结果却是没有想到,竟然这么快。 这也让袁天一对于硬心龙的影响力,有了更深的认知。 硬心龙的势力,不止在燕罗山之中,连万星宗也能产生影响。 若是说,法会大比的抽签绝对公平,那便是一个笑话。 摇星盘本就是寒原的宝物,一切自然在他的控制之下。 殷星龙竟然可以影响到寒原这种炼虚七的决定,可见恐怖之处。 而且,许丰年与袁天一的比试,就在第六轮的第三场。 在看到许丰年所遇到的对手,竟然是袁天一之后,悬兵动天众人都是面露优色。 袁天一在法会大比上所展现的修为实力,有目共睹,比起其他所谓金丹七的天才修士,强横了不知道多少。 即便许丰年的表现也是极为优异,连克强敌,但两者之间的差距之大,无法相提并论。 哼哼,许丰年竟然遇到了袁天一,此前不是有人信誓旦旦地说,许丰年有资格排入第一等吗? 这场比试过后,自见分晓。 许丰年虽然不弱,但在袁天一面前,只怕支撑不过一刻钟。 一刻钟太多了,我看最多半刻钟的时间他便会落败,修为实力方面,他甚至不如图苏。 图苏若不是运气不好,提前遇到了袁天一,说不定也能进入第六轮。 看到许丰年的对手是袁天一之后,各方势力的修士都是一轮起来。 此前将许丰年二十七人划分为三等的,便是以这些人为主,因为他们亲眼看了所有比试,对于二十七人各自的修为实力,也算是十分清楚。 不过此前,那些立主把许丰年排入第一等的人,此时都是没有开口反驳。 因为所有人都是看得出来,许丰年和袁天一差距极大,几乎是必败无疑。 现在若还支持许丰年,等他落败之时,他们必然也会受到嘲讽。 根本没有人认为许丰年能够击败袁天一。 袁天一的实力,在第一等的几人之中,也属于顶尖的,甚至有问顶第一的机会。 感谢观看